各位親愛的一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標股天地 今天來到了1月28號禮拜三了 又是美好快樂一天的一個開始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從上個禮拜三 當時候的一個大韓 還沒有開始飆漲上來之前 當時候進入的一個收斂整理的一個尾聲 如果你有收看我們的一個節目 我相信到今天為止 每個人都會笑到何不攏嘴 每個人的一個口袋都會Michael Michael 因為指數從9000年9200到今天 已經來到了9500點了 那麼來到了9500點關卡之上 接下來後製的一個台股 到底又會怎麼走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 所做的關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市場有很多投資朋友打電話進來問老師說 老師老師啊 現在指數都已經來到了9500點 前撥了高點9593 來到這個地方是不是又會開始做震盪了 來到這個地方是不是要開始什麼 居高思維 特別是在昨天 每股三大指數啊 的一個震盪的一個拉回啊 哇使得市場的一個投資朋友啊 又開始在擔心了 但是老師在這個地方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其實各位不用想那麼多 因為農曆年前 整波的一個台股的行情 仍然是往上看 這一點我之前 在節目上 我都不願其還的告訴大家 至始至終我的一個看法 都沒有改變了 我相信你很清楚啊 很多人可能看到昨天啊 哇道琼 NASDAQ 廢辦英國德國化國 哇昨天因爲什麼 耐久才定待意外下戳 我也爲什麼 哇道琼的一個企業啊 財報令人擔憂啊 那使得大家對經濟的前景啊 開始會產生一種什麼疑惑嘛 所以縱算昨天的一個美股 以及歐股這樣的一個下跌 但是也因爲昨天美股跟歐股這樣的一個下跌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這又是你的機會 又是你最好搭好的一個機會啊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如果你有來到我們台北演講會長上 我相信你就很清楚 你看哦 不論是在12月17號就是去年啊 12月17號我們在台北演講會長上 當時的一個大盤你看 哇很多人說破了季線 破了所有季線 這個叫做什麼空投台立啊 但是呢 老實告訴大家什麼 立空出鏡 這個叫做什麼 假破頂嘛 轉折將線 結果你可以看到 後來的一個大盤怎麼走 後來大盤是不是 隔天就沒有低點了 就沒有低點了 如果說你當天你有收看我們節目 或是有來我們的一個台北演講會長 我相信你很清楚 緊接著在12月26號 你看大盤拉上來 我們又舉辦一場的一個演講會 當時來也有演講會的一個投資朋友 我相信你今天你都是怎樣 賺了笑嘻嘻啊 為什麼 包括你看我們很多的一個會員 每一次來演講會都好熱情喔 因為什麼 哇老師老師下一檔標股到底在哪一邊 你可以看到嘛 當時在8826點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轉折 立空出鏡轉折的上線 然後拉上來來到9200 很多人在擔心 哇 錢高 錢高 是不是又開始會震擔 那投資朋友啊 時常都會這樣嘛 時常都會這樣 所以為什麼當時我就輸嘛 千金難買早知道嘛 萬般無奈想不到嘛 很多人往往都是想不到 想不到 我告訴大家 大盤還要再漲 大盤還要再漲 結果你可以看到啊 到昨天大盤最高來到多少 9523 離空到高點9593點 不到100點 不到100點 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就想說 這個行情是不是又要怎麼樣 又要拉回了 很多人可能心裡會這麼想 但是為什麼我告訴你啊 不論啊9593過與不過 短線稍作震盪 但是波段 容易連結 仍然是持續往上看 往上看的一個過程當中啊 什麼股票表現最好 一定是中小型的一個股票嘛 所以你看嘛 我這邊我都跟他講得很清楚了嘛 中小型股啊 將持續滑蹦亂跳 將持續維繫啊 市場的一個人氣啊 的一個主軸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一個震盪收小型的過程當中 今天什麼 表現最強是什麼 都是老實告訴大家的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 來到這個地方 外資連期滿 相信今天應該還是買超 相信今天應該買超 但是今天買超的一個金額應該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連期買超金額已經達到多少 超過900億了 那整個的一個均線啊 都是呈現的一個多得的一個排列 所以很明顯 很明顯 大龍一年前 聖教股到三個禮拜 這三個禮拜 你要怎麼樣啊 為自己啊 創造大財戶呢 那麼到底要怎麼樣來掌握呢 事實上說啊 一檔啊 標股的一個特性 符合主公股 的一個怎樣 選股的一個概念 它必須會引先趨勢做上漲 這個就是趨勢的概念 因為你股票要漲 你一定要 我們要選擇多頭趨勢的一個股票 第二個就是什麼 它會配合形態要求 你一定要什麼 一滴比一滴高嘛 當它微測 來到全國支撐 或是均線的支撐的時候 這個時候 剛好就是我們出手的一個行蹟嘛 那麼第三個就是 主公股會符合行情的一個意義嘛 這一點很重要嘛 你要看嘛 我們買股票是買未來 並不是在買過去嘛 很多的一個時候 你看到過去財報數是很好 但不見得它的一個股價會漲 但是很多的一個時候 過去財報數是不好 但是未來它的一個成績 它的一個成長力道非常的強 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大成長嘛 大成長 那麼未來它的一個股價 哇 它可以飆上來三成五成 甚至一倍啊 比比皆是 老師要幫大家來掌握的 就是這類的股票 所以你要仔細聽好喔 今天我們帶來三檔股票 第一檔 我把它叫做 麻雀變風黃 麻雀你都知道嘛 小小隻的嘛 中小型股嘛 但是慢慢呼喚之後 將來 這部片你都看過了 那這檔股票有什麼利益 第一個 高頻傳輸 你要知道喔 現在物聯網智慧城市 對於高頻傳輸的一個需求 非常的一個陰切 然後它也獲得蘋果的一個認證 那麼業績啊 爆衝 去年業績爆衝 它之前是虧錢的 但是去年業績爆衝 估計去年它賺了1.1塊 創了4年的一個新高 而且它在車用領域也傳出喜訊嘛 車用領域它打入什麼 智慧汽車 你要知道喔 未來智慧汽車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方向 所以它也打入智慧汽車的一個供應鏈 那麼一估啊 根據我們的一個評估今年 它有機會怎麼樣 賺13塊錢 那你想想看喔 這一檔的一個股票一檔不到啊 二十幾塊出籌 我們已經卡位布局 你看它線型多漂亮 三年長期大頂 低期期 轉期的一個成長股 而且在低檔 華人默默吃貨 低檔放量轉強 而且目前的一個怎樣 目前的一個本益比 只有七倍多一點點 七倍多一點點 一檔的一個成長的一個股票 本益比至少十二倍十五倍啊 甚至二十倍比比皆是啊 啊現在再多少 七倍我沒有到八倍 那你想想看 剛剛開始轉強 那麼空間 未來的空間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大 就像啊 在之前我們帶我們的一個 會員朋友所操作的一個 武松打虎啊 在FBR 我都思前跟他做分享 我說 這次武松要準備打大老虎 你看 是不是開始打大老虎 過去談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沒有動耶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他開始為什麼要動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帶會員朋友來做切入 因為大家所認識的是 武松他只有獲得什麼 Apple嘛 Apple的一個怎樣 模具開花供應鏈嘛 但是他還另外吃到什麼 GoPro嘛 GoPro就是什麼 極速運動 無人機 模具開花的機殼的訂單 那這個訂單去年第四季開始出貨 所以你會發現他去年第四季獲利爆充 創了單機創了歷史的新高 跟評估他的一個去年單機 給美股獲利啊 有機會挑戰三塊 他這個三塊是已經超過去年前三季獲利總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在GoPro的訂單加持啊 今年第一季又要拼增多少 五成 所以你看 你看 怎麼標的 當然不是叫大家大漲的時候去追嘛 你一定要底部買 大漲上來賣 你才能夠開心狀嘛 那麼像這類的一個股票 像剛剛我跟他講的麻雀變瘋狗 你看 是不是又剛好 底部非常漂亮的一個人要起漲 排那三年的一個大底 底部分量怎麼講 那先鋒股票 你是不是又趕緊卡位佈局 你先鋒股票等到標分天的時候 哇好事啊 都去兩帳 都去三帳 都去五帳 哇那種風險你會就像冠 那麼除了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你如果之前鼓送錯過 我希望你這檔股票你要跟上 那麼另外一檔股票我們叫愛人同志 對吧 我們跟我們的一個老婆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相親相愛 那你看啊 愛人同志 那這一檔股票 我們做亞洲的一個 倒車雷達的一個地位 那麼它倒車雷達還有胎壓的一個偵測系統 今年要加倍荒量出貨 並且更重要 不只是在大陸的一個汽車 而且在包含的一個什麼 它獲得的一個通用汽車 漲泥 漲泥 這不得了 去年賺五塊五到六塊 那獲利大五成長 今年估計有賺七塊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你看同樣的 也是第一波起漲 人機場默默失禍 然後第二波才開始要行動 主身斷腸情隨時要展開 就像我們過去啊 帶會員朋友所操作的一個喬威啊 你看喬威為什麼漲 因為它也是第一期期轉期股 為什麼能夠飆 所以這一檔愛人同志 也是同樣比照這樣的一個獲利成長 這樣的一個軌跡在做一個運行啦 那麼另外啊 還有這一檔股票 它也是最近最夯的體材 搭上智慧家庭物聯網大商機 尤其高速聯網 現在需求很大 它是位居於產業領先的一個位置 那麼去年 股賺差不多1.7啦 前四年是虧錢 去年你看百多虧錢 那麼今年營運持續看價 哇 你看 老師幫他學的股票 是不是都這麼棒啦 那最後還有這一檔 那麼之前這一檔 也是過去我們都跟大家 所分享過的一個股票 那麼這一檔的一個股票 如果說啊 你手上有這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未來的機會到哪邊 未來他的一個目標 只要可以升降到哪邊 想知道你就打電話進來 所以你會發現嘛 欸 好高級的文章是真摧耶 對不對 指數9500震盪 它又如何 它後面還是會往上看嘛 榮林民權最好的機會 真的千萬不要讓猶豫啊 囚禁了你自己 你沒有辦法選擇你自己的出身 但是你可以決定結果 只要你勇於踏住這一步 你如果想要獲得一個成功的一個人生 不要讓猶豫囚禁了自己 老師來幫你 陳俊來幫你 所以在今天啦 年終之際啦 那今天老師給大家一個很大的優惠 今天來電 讓你洗上鐵燒 不僅給大家一個大驚喜 這個是現夜裡才酒喔 不僅給大家一個大驚喜 而且你只要怎麼樣 付一次的一個費用 輕鬆腳 那你可以享受什麼 兩位老師專門的服務 一個王信杰老師 華森記的達人 還有陳慶 中小型的一個標股一把抓 你可以享受 雙重享受 你只要一份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費用 或者是說你想知道老師 那三檔股票 到底是哪三檔股票 到底是哪三檔股票投資朋友 那麼我們也非常歡迎你 你利用廣告中的一個電話 撥上我們人員的一個頭褲 你說我要陳添老師 或者信杰老師 今天所推薦那三檔股票 沒關係想知道 你打電話進來 老師不我理睬 跟大家一起來做分享 最後祝大家超凡勝利 我們下禮拜三 同一時間再會了 拜拜 拜拜